時間跟經費裡面其實要做非常非常非常精準的一個地質狀態 其實它需要更多的經費跟時間 那這個部分我待會請記事說明 那至於說捷運局有關於信義縣的東延路段為什麼可以做 這邊因為捷運局今天沒有到場 那剛才家女士你講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六次的環評跟捷運東延這個可能超出我的職權範圍 但是我把問題記錄下來 我把它記錄下來我們在發會議通知的時候 我們會同時加發給捷運局 就你這個部分的話請大家做出面會議 這是第二點的部分 那另外對於剛才講的公正客觀的地質專家這個部分 如果說各位在座不是只有江女士 如果各位在座各位有質疑這個標案的話 其實對於各位可以信賴的地質專家 我們歡迎各位可以提供給我們具體的聯絡方式 跟他的大名跟他的專長 到最後我說過 建築師 不是建築師 抱歉 地質技師這邊做出來的專探結果 分析的結果 我們很樂意提供一份 由這個專家學者來幫我們判讀 他的過程也沒有瑕疵 跟他做出來的結果 做出來的結果 具不具可信賴的基礎 好嗎 我想這個列入今天的會議記錄 以我有限的地質的知識裡面 地質這種東西 你不是全部把它挖出來看 你只能用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斷 我們用均步的方式 我剛才一開始有講 為了求取一個最可能的一個狀態 我們現在用均步的方式 孔位我們也達到100公尺 這個是我們現在目前能夠在有限的時間 跟經費裡面能做到的 那各位公正客觀的專家 每個人的看法或許不一啦 剛才有前一位的發言人說 要中央地質調查所來這邊做監督 那後一位就在質疑 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客觀性 那我想這個我剛才說過 各位如果您有知道 你值得信賴的地質專案 其實等到我們的報告出來 我們願意提供一份 給您可以信賴的地質專家 來做研判好嗎 但是我要先說明 我們只是把我們完整紀錄提供 給你可以信賴的這個祭司 來看我們作業內容有沒有 值得檢討的地方好嗎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那個專探的點 是不是一個恰當的點 那這個東西 那是誰 那是誰 這個我不知道 我只是說 我那上面有寫了 我的意思是在那 我們這麼說 現在這二十個孔位 我們根據它的深度 跟它的位置 我們採均步的方式 因為我們要做的 我們現在的建築物配置 是均步在接下來南側的 這五公頃的範圍內 所以我們採均步的方式 那這個選點的位置 也都會在未來的那個 地質專探報告裡面 會完整的呈現 會完整的呈現 那當然取樣的地點 這麼說 我不可能偏廢於在特別哪一塊 所以我們採均步的方式 而且孔位有深有淺 深的是為了要判斷是否有斷層 好嗎 那最後有關於您在質疑說 那個拆除瓶宅也把福德清張公園也拆毀 我先說明一下 各位可能應該還有印象 在我們拆除工程進行之前 其實有兩次的封災 那兩次的封災其實某個程度 就已經造成清張公園 部分植栽的一個破壞 我想在座住在這旁邊 住在這旁邊 我所說的是不是事實 各位可以去判斷 所以千萬不要把現在完成 拆除工程之後的職災狀況 全部規則於這個拆除工程 同學你等一下 你有寫我待會會讓你發言 我針對你剛剛的話 就是封災是封災 但是封災後 文化局有派人來鑑定 那些樹都是沒有問題的 是你們的施工情形造成的樹木死亡 而且是三四棵樹 但是在鑑定的時候 就是開工前兩三年去鑑定的時候 那些樹是好好的 這個可以請文化局來說明 文化局今天也不在場 但是 但是局長保證樹是活的 我們希望做到每一棵樹都可以穿過 好嗎 這確實在我們拆除之前 拆除工程進行之前 我們都有跟得標廠商一再的說明說 我們希望完整 我們清楚各位對於這塊基地的期待 樹木保存的部分 那這一次要不要也要做好 因為之前沒有做樹保 文化局沒有來做樹保 那這一次的施工行為 要不要做樹保 我們分兩個部分 今天樹保的部分 當然樹保這支條例裡面 文化局有它一定規格以上的樹木保存的認定 但是我們現在發展局做的規劃 不是只針對老樹 我們對於只要現場有的樹木 我們都盡可能的保存 因為上次也是這麼說 我們有點不太信任 好 那我想拆除的過程當中 拆除的過程當中 或許真的有造成部分的樹木的那個 損害 但是各位可以去查一下 我們的會議記錄 每次我到現場來的會議記錄 第一件事就請廠商要針對樹木保護的部分 要加強實作 要加強保護 要加強保護 那這個部分其實過程當中 還不只文化局 我們還請了工員出來協助做一些修檢 但是拆除的過程當中 積聚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我必須這麼說 它某個程度確實有造成一些樹木的損害 但是我必須要這麼講 每一次都有要求廠商 你如果有做了損壞 你應該要怎麼加強保護 這個都有 所以剛才將你是講說 毀了清商公園的那個部分 我是覺得這個可能我再補充樹木 那為什麼不多編一點預算做樹保 你完全沒有做樹保 你沒有花錢 當然樹會死啊 這是理所當然的 你為什麼都發局不編預算去做樹保 等到你最後一位發言的時候 我們再回應你好不好 記得 是不是我先回應到這邊 那接下來 不好意思 那個清商公園 除了樹木以外 也有梁亭 梁亭也被拆了 那當時說只是拆那個瓶宅 我沒有想到連 清商公園裡面的布道跟梁亭也給拆了 那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這邊說明一下 當時的拆除工程就是 我們這麼說好了 原本我們所理解的 大家希望全部都拆掉 那後來因為文資的關係 所以我們保留一棟 那我必須這麼說 在當時的規劃設計 我們第一次來這邊辦施工說明會的時候 在里長辦公室 那邊做說明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的計畫 就是只保留一床 那個現在未拆除的瓶宅 其餘的地上物構造 其實都是把它拆除掉的 這個在前次的時候 我們有做過說明了 好 這個我想在我們進行工程之前 已經有明確說明 好嗎 好 那是不是 我們先進 剛才那個江小姐 還有一個問題還沒有回答 是 你有一個問題 那法律有誰 負責那個 我剛才很清楚說明過 沒有 追探資料的真實跟簽證 基本上 既是負責 監督的責任是 都市發展局 都市西科 我這邊負責 那如果假如說真的 像她說的 像江小姐說的 如果真的發生問題 那法律上呢 法律上的責任 我該負什麼樣的責任 基本上就該負什麼責任 他剛剛好像有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是 是 如果說 呃 各位 我期待 我可以理解 現在民眾對於公務機關的期待 那我也不會去迴避這些責任 其實也沒什麼好迴避 因為該我負的責任我也討不掉 所以各位可以放心 那局長 市長 這跟局長市長沒有直接關係 是他們的願景要去做這個啊 是 我們 確實是朝著這個目標在進行 但是 呃 我想今天不是來討論責任的一個 當然要討論 我想可能 你對於行政機關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等到你發言的時候 我們再來回應 好嗎 那 呃 接下來 登記3號 羅吉蓮 羅先生 我來討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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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討論責任